字幕作為錄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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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烏塔要兌現程序 上一期說到呢 今天的法語教學會教大家 用法語說情話 特別是難受福利 教你們用法語去 法妞去說一些 很sweet的情話 好 那麼我們現在開始 上課 首先呢 如果想要去約一個女生上街 然後你就會問她 欸 你今天晚上有沒有空啊? 約會的話呢 今天晚上有沒有空呢? 法語是 就是你的意思 就是今晚的意思 就好像說 上一期我們講到的有 就是晚上好 soir 就是晚上的意思 所以 就是你今天晚上幹嘛 你今天晚上有事嗎? 這樣子的意思 其實do呢 是比較close的兩個人之間的稱謂 一般呢 如果是用比較尊敬的上級啊 或者是領導的話 不認識的人 一般會用禁語 禁語就是 woo 就是比較禮貌一點 但是一般 如果你都能問一個女生 去不去吃飯 感覺你們應該 還蠻close吧 應該不需要用到woo了 但是 我教了男生怎麼約女生出去 但是女生如果不想去怎麼辦呢? 你想去約會的話呢 你就可以說這一句 如果你不想去的話呢 Outa這裡有一個比較 婉轉一點的說法 C'est vraiment dommage Je ne pas te don't C'est vraiment dommage Je ne pas te don't 就說 其實我很想去 但是很抱歉欸 我沒有時間 這樣子 就很婉轉的拒絕了 哈哈 如果女生成功跟你出去 你就要給她表達你的愛意 表達愛意應該怎麼說呢? Je ne pas Je ne pas Je ne pas 我愛你的意思 但是呢 呃 只說這一句話呢 感覺是不夠的 你一般都要誇一下那個女生對吧 就誇一下 哎呀你長得很可愛啊 長得很漂亮這樣 你很可愛的法語是 Due Minion Due Minion Due Minion Due Belle 就是你很漂亮 但是呢 這個只是男生對女生說的話哦 但是如果你的對象是一個男生的話呢 你就不可能用Due Belle 這句話了 如果你想對男生說 你很帥欸 你應該這樣說 Due Bo Due Bo 因為法國的詞彙呢 是有分 敬仰性的 形容女生漂亮呢 我們應該用 Belle 形容男生漂亮 我們應該用 Bo Due Belle Due Bo 這樣說就對啦 如果女生呢 收到別人的讚美 沒有回應的話 給人感覺 欸你還沒有禮貌欸 女生應該跟他們說 謝謝 然後謝謝的法語呢 就是 Merci Merci 這個很好用哦 一定要記起來哦 那麼如果 那個男生跟你施愛之後呢 女生覺得 欸這個 不是我cup of tea欸 怎麼辦啊 木塔就招你一句 很直接的拒絕方式 Due Minio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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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re not my cup of tea 你不是我的類型 是不是這個很直接 哈哈哈 更禮貌一點的話呢 你應該跟他們說一句 抱歉 或者對不起 Désolé Due Minion Due Minion 啊對不起 你不是我的類型 哈哈哈 Désolé就是 對不起 抱歉的意思 Désol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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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呢 烏塔是覺得有時候 在法國的話呢 對法國人是要 直接一點 很多事情他們很婉轉的話 他們不太會聽得懂 其實他們也很喜歡 就他們也會希望 你會直接一點跟他們說 所以 其實有什麼 放膽去說就好了 沒有關係 好了 不知道今天影片有沒有幫助到大家 然後希望大家 喜歡今天的影片 如果有一點點喜歡 烏塔烏塔TV的話 請給烏塔一個Like 然後幫幫忙 把烏塔的視頻 分享給你的朋友看喔 那我們今天節目就到這裡啦 我們下期再見吧 掰掰 see you next time 然後下一期的節目呢 烏塔將會教你 嗯 用法語點餐 就是餐廳的 然後還有一些 法國比較出名的菜的 法語名字究竟是怎麼樣讀的 那麼我們下期再見囉 掰掰